老師呢,您進到我們這個TinkerCat的網站之後啊 您可以先註冊一下 那這個是AutoDesk 那AutoDesk,各位知道 它已經是Cat界的怪獸了 他們算是最大家的 包括的建築物 還有這個3D動畫 他們家南瓜非常多 非常多 那我們從右上角這裡 有一個註冊 您最簡單的方式就是用社群帳號註冊 所以您直接按登錄就好 直接按這個登錄 有沒有發現這裡有選擇 使用社群服務 你如果是用信箱註冊當然是可以 但是它會記真正信啊 那你就是要再完成一下 那如果你選擇這個 就比較簡單 有沒有直接授選就進去了 所以您可以用這個方式 先試看看登錄一下 那我們在這個TinkerCat裡面 它提供的其實比較多的工具 比較多工具 當然它也可以跟我們的什麼 我們剛剛講的3D設計可不可以做結合 也可以 你可以那邊做好的 拿進來這裡 這樣也是一個方式 那您看到在這邊 一進來之後呢 各位一進來之後大概在這邊 您進來應該會在這裡 就是會在您自己的檔案庫裡面 那你就可以從上面這邊開一個新的 建立一個新的 如果你現在空的也沒關係 反正就建立一個新的 點一下 其實去年應該是去年吧 TinkerCat也有支援積木層次 用積木層次來設計 好像我們現在那個Sketch那樣 直接可以用丟的 用這樣也可以 那你進來之後 是不是就一個平面圖 就一個平面圖 像這樣空空的 那您看一下我們的右手邊 右手邊 有沒有提供一些基本的造型 這裡有一些選擇 右手邊這裡有這個數字啦 文字啦 像這樣子去做 那它也有基本的形狀 那最主要呢 有分兩種 你看到這個是中空的 這個是什麼 立體的 就是實心的 實心的 所以如果你要一個立方體 我就點它一下 把它丟出來 有沒有這樣就一個立方體了 當你拿出來之後呢 它在這個地方 都會有一個屬性的面板 跳出來 你的半徑多少 然後呢 你的步驟 這個步驟 什麼叫步驟 就是 我把這個面 我用 綠色的 藍色的切割一下 就是 這個 它會把它分成很多塊 所以 我用立方體 比較沒有感覺 但是用圓的話 如果切得很多塊 是不是越接近圓 如果切得比較細 你的鋸齒狀就會比較明顯 這樣了解 我拿另外一個給你看一下 這個圓柱 你會看得比較清楚 它的那個步驟就類似像這樣 但是每個這個不一樣 這個 側邊 有沒有 這樣看到比較明顯的鋸齒狀了 對不對 對 不過呢 它的這個操作 它的操作 它是右鍵 滑鼠的右鍵是旋轉 有沒有 剛好跟3D設計顛倒 左鍵的話呢 是選東西 左鍵是選東西 啊它平移怎麼辦 老師不要忘記 你們加這一支 左邊右邊 中間還有一個 滾輪 滾輪按住不要放 就是平移 有沒有 滾輪按住不要放 就是平移 所以這個稍微 基本的滑鼠的操作 稍微習慣一下 按右鍵是旋轉 如果你不習慣這樣子 就來這裡 左上角有沒有一顆 這樣可不可以轉 左上角這一顆 你按著不要放 有沒有一樣可以轉 那個立方塊一樣可以轉 好 那我點到這個呢 你看我點到它 長度寬度這沒有問題 有沒有 就是透過這邊這樣改 那如果我想要在這個立方體去打洞怎麼辦 我把這個拿過來 你看這樣子 我按右鍵旋轉一下 好 我就把它移過來囉 這樣有沒有放在它裡面了 那我要高一點 我就用這邊 你看一下 我先拿出來 如果我要長高一點 你看 它除了有這個 這個 有沒有發現上面有這個 這樣有沒有 這是移動它的高度 然後呢 你要長高 用這個 有沒有這樣長高 你也可以從這裡 這邊 有沒有這樣長高 對不對 你要變扁 這樣也可以 就是它的工具在這邊 那你要旋轉的話 就要看 你是轉哪一個角度 滑過去 有沒有發現那個刻度會跑出來 滑過去 這裡有不同的刻度會跑出來 那我現在把它移過來一點 移過來一點 所以如果我希望它能夠打個洞 來 我按中間 滑鼠的中間 平移一下 我希望打洞 而且要打穿 最好 這樣 這樣 我也沒有打穿 有沒有打穿 就是穿過去喔 我把模型穿過去喔 那 這個呢 我就把它變成洞就好了 你看這個 我把它變成洞 所以 我要打洞的時候 我把這兩個選起來 群組的概念 當你把它變群組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組成群組 右上角 有沒有真的 就變成一個洞 所以它所有東西都這樣 那它最大好處是在於什麼 你先後悔了 可以隨時還原 我點到它 剛剛是不是群組 所以現在呢 既然有組成群組 有沒有叫解散群組 取消群組 我只要按一下 有沒有發現又回來了 這個有沒有又回來了 你還可以繼續編輯它 抱歉 我剛剛應該要移過來一點 好 這樣我再重新組合成一個群組 有沒有繼續打洞 它最大好處就是這種 編輯性比較高 它不是說我做完了就不能改 那你要做文字 要做其他的 有沒有都一樣 有 因為呢不管你是圓的 不管是屋頂的 你可以看到它們都有兩種類型 有沒有 實體的跟孔 孔就是要打洞的 那我如果不要 只是單純做組合行不行 當然可以啊 你就來這邊 拉過來 那你一定覺得很奇怪 這樣子有沒有很難用 好像要對好不是很好 對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介紹一下它對齊的工具 好你看 這樣有沒有兩個 那我再把它群組就框起來 群組 因為這樣算是同一個物件 有沒有變顏色的 這樣有沒有組合在一起了 這樣就是組合在一起 可是你可以分開 點到它再分開 點到它可以再分開 有沒有發現我們的彈性就出來了 所以我不要那麼靠近 我拉過來一點 拉過來一點 這樣是不是就容易了 這是它在使用這個軟體的時候 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所以你把它全部框起來 實心的就實心 空心就空心 這樣組合起來也可以 好 取消群組 像這樣子 那了解這樣概念 我們要再看一下 基本的就是對型 這個我先拿掉 我先拿掉 如果以這個來講 如果你想對齊的話 我這個放旁邊好 用這樣 拉高一點 好 拉高一點 來 各位我們來看一下 你要做對齊 請問這樣 用目視的好 目視嗎 不好 對不對 我跟你講 3D很容易迷路 很容易就去找聖誕老公公 所以呢 你看我把兩個框起來 你有沒有發現下面出現什麼 有沒有這個 來 你看上面這裡 有沒有一個叫對齊的工具 你只要兩個以上的物件 你就可以做對齊 就可以做對齊 所以我來這邊 按一下 它的對齊工具 應該是大家平常比較少用到 好 我如果要它對齊兩個 對齊左邊 我對齊右邊 我就點這裡 有沒有 你滑過這個黑色的點 它有沒有先預覽給你看 如果你確定是你要的 我按一下 有沒有它移過來了 好 那我在上面的話呢 在這邊 如果我需要它靠上對齊 它就靠下對齊 有沒有下來 就下來 所以 像這樣子 就可以放在正中間 那你除了會對齊這邊 不要忘記 你還有另外一邊可以用 有沒有這邊可以用 我要它靠到上面去 這裡 這裡 我先靠到中間好了 等一下等一下 來 這裡 你要轉一下不同的角度 有時候 有的那個你看不到 在這裡 轉過來一點 方起來 對齊 好 在這裡 我先 讓它靠到上面 這一塊我先拉上來 拉上來一點 好 這樣子 重新再框一次 再對齊一次 好 你看我轉過來 有沒有看到下面這個 跑出來了 對不對 好這裡跑出來 我這樣就可以置中 有沒有這樣就放在正中間 所以你不要只會看一面 你一定要會旋轉 所以右鍵 在這邊 你轉這一邊看不到那裡 轉過來 是不是這邊就跑出來 所以這個是我們在這個 TKK的基本的操作 你可以像這樣子 那當然 物件不要你就把它刪除 這個沒有問題 好 就像這樣子 所以右手邊這邊 除了這些基本的工具以外 你還可以找到什麼 像比如說你要做文字 你要打字 你也可以用這個 這裡也有內建的 只是它可以打中文 但是怎麼樣 字體 只有黑體而已 就沒有其他比較特殊的 沒有其他比較特殊的 這樣有沒有問題 好的 OK 基本的這樣您就會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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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